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环境的突变因素 主要是这两种 我们知道生物体里面的基因编码 它是由AGTC四种碱基组成的 那有的碱基相互看起来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两个碱基看起来比较像 那比方说左边这个C碱基 它可以通过 它很容易发生一个自发的一个托安反应 那么在这之后呢 它有一定的比例就变成了一个T碱基 这就会造成一个基因突变 这种突变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容易发生的一个突变 在肿瘤里面大概50%左右的突变 实际上是由这种因素造成 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 不太可控的一个突变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EI基因的突变 这种刹车基因的突变 大部分都是由这种 这种类型的突变造成的 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突变 比如这里面 你要想从左边的这个 比较肥胖的一个G这个碱基 变成右边这个 比较瘦小的一个T碱基 大家可以想想这是一个 其实非常非常难以发生的一个事件 但是一些环境因素 比如说吸烟 因为它中间有很多致癌物质 它会显著地提高 这一类突变的可能性 所以说我们从自然规律上讲 我们实际上是 不应该那么容易得癌症 但是有的小朋友很任性 他就喜欢抽烟 然后以这种方式来挑战 这种自然规律 那也许你很可能会赢 但是赢了这种自然规律 当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那这里是具体的一些 我们的一些统计数据 这里面可以看出来 上面这半部分 异癌基因 也就是刹车基因 它们上面主要常见的突变 它们在左边这个蓝点上 可以看出来 如果定义它们的相对难度 大概是在一到二左右 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这个也是我们不可控的一些因素 但是你要想获得 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突变 下面的这些红点的位置 可以看出来 很多的突变是 需要非常非常高的难度 那么这些一般都是要需要 这个环境因素 吸烟 不节的饮食 这种协同来作用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可以尽量地避免 这个环境因素里的 这些致癌因素的话 我们实际上 根据世卫组织的推断 大概60%左右的癌症 是可以预防的 这个应该是有一定的 实际的一个机理的 常见的一个环境的致癌因素 包括这个烟 包括吸烟 烧烤 以及这个炒菜的油烟 然后也包括煤变食物 还包括这个腌制类型的 这些食物 这里面的致癌 有三大最重要的致癌物质 包括本病笔 黄曲霉素 这个大家都听说过 以及亚硝胺类 那么近期呢 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致癌物质的 来源的理解 是在不停地增多的 比如说这个最近的话 这个世卫组织 把马兜林科的这个植物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最近 以及过烫的饮食 认定为这个肿瘤的发生因素 那么随着我们对这些 突变因素的一个来源的 一个深入的一个了解的话 将来我们实际上是有可能 在癌症医方面 做得更加全面一些